复制格式的做法,那我们把图形档开起来以后呢,我们希望楼下这几个格式跟它一样 最快的方法在Excel是用这个,复制格式 点完以后呢,刷下来就结束了 好,来,接下来我们要做成图表 做成图表呢,从项目一直选到哪里,740这个资料范围 鸡蛋糕的数值,这边有项目跟金额 来,一,选取资料范围,二,插入地方 这边可以进行图表,那图表的这边的群组呢 这边灰色线在这里,从这里,那这边有建议图表 还有这些图表,它其实不止这些呢 因为这里摆不下了,太多了,所以它提供右下角这个箭头 查看所有图表,这里,这里可以看到所有图表 所以想看到不是只有这些类型哦,点起来呢 哦,所有图表在这里,哦,这里是有图表非常非常多 分来,像这个类型来讲,这个类别它还有分 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这四个是立体的,这三个是平面的 那第二个类别,折线图 这个折线图类别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 也是七个,那接下来我们就不看哦 接着就像那么多 每个图表有它的含义啦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也许要上网去查一下 譬如说我们想做什么,成长的趋势通常会用什么 折线图 那如果想知道,占有率的百分比,通常会使用圆形图 那这个就是每个图表有它的含义,你看就知道了 反正做法都很简单,哦,这图表非常非常多 好,来,我再取消一下 那这边呢,我选的资料,其实呢,它有给我什么 老师,如果我要圆形图,直接点这里就好了 点起来,哦,圆形图,这几个哦,平面的 诶,这样就做完了呢 来,我们再取消一下 那老师,我不知道用什么图,它会给你建议呢 建议图表在这里 所以这个是可以看到全部的 那这个是,如果你知道,可以在这里点 那如果老师,我这资料用什么图表不知道的话 我不知道用哪个合适,那也许你可以点建议 你点建议,它说,诶,这个资料我建议你用直条图 圆形图或横条图来做 它的基本概念是这样 那我们就点这个圆形图吧 请,待会就会就会点圆形图 按个确定,诶,图表就做完了 哇,做图表真的非常容易 来,我们再做一下哦 刚解释的半天,其实做起来很快呢 一,把资料范围选起来 二,插入的 建议图表,我们点圆形图 按确定,就结束了 来,请各位先建议图表 谢谢大家